Hello,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DIY创意与灵感 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是想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带来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自己呢可以去进行一些添加和设计 还有会画的一个手杖本 那在这个小的手杖本里面呢,你可以去在每一页,然后它有非常多的这种黑白格子画 你可以在这种黑白的格子画上面呢去画上各种各样的你所喜欢的这个图案 或者呢去给它进行一个设计,也是非常非常的棒的 那我们可以把它这边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我觉得这边的话呢也是特别特别的酷的 然后我是想要在这上面呢去跟大家进行一个这个绘画 我会用到各种各样的一个彩笔 然后去给它进行一个填色 如果喜欢的话呢,不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哦 我们这边呢是可以先用我们漂亮的卡纸 给它进行一个点缀 然后在这边的话呢,我是把我们卡纸的这个小角已经给它剪了出来 我们这个小门呢是可以给它打开来的 现在我们是可以把它打开来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呢也是给它这样做了一个小小的设计 制作出来这样的一个像小门一样的造型 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 我可以把它拍一张照 这样的话呢就会把它保留下来了 或者是可以把它po到我们的主页上,我们的网页上 好啦,那我们五分钟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五分钟之内呢 是能够画多少这样的一个这种的非常棒的一个这个甜色 我们可以来试试看 从这边开始 我们这边呢可以给它填上各种各样的颜色 这样的颜色呢也是用各种各样的非常亮丽的颜色 可以给它填色填在旁边 用我们这边的颜色 我们这样的甜色笔呢是可以给它画出非常多种层次的 这种小的漂亮的图案 那我们现在呢是五分钟过了 我现在基本上呢都是五分钟之内能够大概的给它的这个图案呢 是给它画出了这些在这上面 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喜欢呢 如果喜欢的话呢 也可以自己呢去找一些这样的非常好看的这种的小的这个手账本 然后去给它进行一个装饰 也会非常非常的棒 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喜欢呢 如果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像我们这样 在下面呢是给它做一个小门 然后呢去把它的其他的这个内容呢 去给它进行一个填图 也是非常非常的棒的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啦 如果喜欢的话呢不要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或者是在视频的下方给我们留言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希望你能够玩的开心看的愉快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啦 拜拜